诗诗记 第十六章 参孙往加萨去,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进去与她亲近。 有人告诉加萨人说,参孙到这里来了。 他们就把她围住,整夜在城门口埋伏着,整夜默不作声。 心里说,等到早晨天亮,我们才杀她。 参孙睡到半夜,就在半夜起来,抓紧城门的门扇和两边门柱, 把他们与门栓一起拔起来,放在自己的肩头上,扛到西伯伦对面的山顶去。 后来,参孙在缩裂谷又爱上了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 非利式人的领袖上到妇人那里去,对她说, 请你引诱她,看看她因什么缘故,有这样大的力气。 我们用什么方法,才能胜过她,把她捆绑,好制服她。 我们每人就给你十二公斤银子。 大利拉对参孙说, 求你告诉我,你因什么缘故,有这样大的力气, 要用什么方法,才能捆绑你,好把你制服。 参孙对她说, 如果人用七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 我就会软弱无力,像平常人一样。 于是,非利式人的领袖把七条未干的青绳子带上来给那妇人, 他就用那些绳子把参孙捆绑起来, 有人埋伏在她的内室里等候着。 他对参孙说, 参孙啊,非利式人上来捉你了。 参孙就正断绳子,像麻线被火烧断一样。 这样,她力气的由来,还是没有人知道。 大力拉对参孙说, 你作弄我,向我说谎, 现在求你告诉我,用什么东西才能把你捆绑。 参孙对她说, 如果人用从未使用过的新绳子, 把我紧紧地捆绑起来, 我就软弱无力,像平常人一样。 于是大力拉把新绳子拿了来, 把参孙捆绑了, 对她说, 参孙啊,非利式人上来捉你了。 当时,有人埋伏在她的内室里等候着。 参孙把绳子从手臂上正断下来, 像正断一根线一样。 大力拉对参孙说, 到现在你还是捉弄我, 向我说谎, 求你告诉我, 人怎样才能捆绑你。 参孙对她说, 如果你把我头上的七条法辫 与织布机上的尾线 编织在一起就可以了。 于是, 大力拉把她的法辫 与织布机上的尾线 同织在一起, 再用木爵钉紧, 对参孙说, 参孙啊, 非利式人上来捉你了。 参孙从梦中醒来, 竟把织布机上的木爵和尾线都拔了出来。 大力拉对参孙说, 你既然对我不真心, 你怎能说我爱你? 你这三次作弄我, 没有告诉我你这么大的力气是哪里来的。 大力拉天天用话逼她, 催她, 以致她的心烦得要死。 参孙就把她心中的一切告诉了她, 对她说, 向来没有人用剃刀剃过我的头, 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 如果人剃去我的头发, 我的力气就离开了我, 我就软弱无力, 像所有人一样。 大力拉见参孙把心中的一切都告诉了她, 就派人去请非利式人的领袖来, 说, 这一次你们上来吧, 因为她已经把心中的一切都告诉了我。 于是, 非利式人的领袖上到妇人那里, 手里带着银子上去。 大力拉使参孙睡在自己的膝上, 又叫了一个人来, 把参孙头上的七条法辫都剃去。 大力拉就克制了她, 因她的力气离开了她。 大力拉说, 参孙啊, 非利式人上来捉你了。 参孙从睡梦中醒来, 心里说, 我要像前几次一样挣扎出去, 必能脱身。 但她不知道, 耶和华已经离开她了。 非利式人把她捉住, 弯曲了她的眼睛, 带她笑到加萨, 用铜链捆绑着她。 她就在监牢里推磨, 但是她的头发被剃去以后, 又开始生长起来了。 非利式人的领袖聚集起来, 要给他们的神大滚献大祭, 并且欢乐庆祝。 他们说, 我们的神把我们的仇敌参孙 交在我们手中了。 众人看见了参孙, 就赞美他们的神说, 我们的神把我们的仇敌 就是那毁坏我们的地, 又杀死我们很多人的 交在我们手中了。 他们心里正在高兴的时候, 就说, 叫参孙来, 给我们耍耍把戏。 于是, 有人把参孙从监牢里叫出来, 参孙就在他们面前耍把戏, 他们又把他放在两根柱子中间。 参孙对拉着他手的童子说, 请你让我摸摸, 支撑着这妙语的柱子, 我要在柱子上靠一靠。 那时房子里满了男男女女, 非力士人的领袖也在那里, 在房子的平顶上, 约有三千男女都在观看参孙耍把戏。 参孙呼求耶和华说, 主耶和华啊, 求你纪念我, 神啊, 求你加强我这一次的力量, 只这一次罢了, 使我尽一次在非力士人身上抱那弯我双眼的仇。 参孙就抱住那支撑着房子中间的两根柱子, 右手抱一根, 左手抱一根, 然后参孙说, 让我与非力士人同归于尽吧! 于是尽力屈身, 房子就倒塌, 压在众领袖和房子里所有的人身上。 这样, 参孙死的时候杀死的人, 比他活着的时候杀死的人还多。 参孙的众兄弟和他父亲的全家都下来, 收敛他的尸体, 把他抬上去, 埋葬在索拉和以石桃之间, 在他父亲马罗亚的坟墓里。 参孙治理了以色列人二十年。 参孙治理了以色列人,